大家好 經過了星期天 一整天的休息 大家今天有沒有覺得 上班有點懶懶的啊 放了長假以後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給大家的是 跟Chris Cross 昨天的Chris Cross有點相像的 但是 比較適合 如果你是初學者 你Chris Cross 腹肌還沒有很有力的時候 你可以用我們的彈力帶來做輔助 那在做這個彈力帶 輔助之前呢 我想要先 就是 教大家骨盆的運動 我做到側面來 好 因為這個運動呢 很重要的是你的骨盆 你要會動 首先你雙腳平行 擺在你的腳的前方 腳板平行 然後這個膝蓋對齊你的 這個髖關節 然後坐直 背打直 然後你的坐骨是平均的放在地上 OK 然後呢 肩膀放鬆 手呢 放在大腿下面輕輕的握著 然後有股張力在這邊 所以吸氣 想著長高 吐氣的時候呢 把尾椎骨往前翹 像蝦子一樣 捲起來 捲的時候呢 因為你的骨盤是往這邊捲 捲了以後呢 你很自然的 你肚子要挖空 你才能夠維持你身體的平衡 腳不要離地 OK 然後呢 吸氣的時候 再慢慢的 捲回來 身體伸直 好 再 吐氣 尾椎骨往前捲 肚子挖空 下背部慢慢地捲下來 吸氣 慢慢地捲上來 伸長 吐氣的時候 尾椎骨挖空 好 好 在這一個點上面呢 拿你的彈力帶 或是你有毛巾都可以 好 在這個時候呢 把這個彈力帶 手伸長到肩膀的寬度 手心向下肩膀往下壓 注意在這一點上面 很多人很容易有肋骨往前凸 你要記得肋骨要縮著 可是肋骨縮了以後 你很容易把脖子往前傾 我不要 你要這個脖子這邊是一條線 直的 好 這樣子好了以後呢 我們先在這一邊做扭轉 昨天做過的肋骨扭轉運動 所以吸氣 吐氣 吐氣的時候 從你的肋骨往右邊轉 好 注意你的股盆還是往前 吸氣 中間回來 吐氣 往左邊轉 吸氣 如果你是初學者的話 你可能覺得要維持這個動作 都不要晃 因為這樣 要用肚子很用力 你這邊轉的時候 你一直維持這個動作 你可能覺得很難 這時候如果你有一個 小的瑜伽球 你可以把它墊在後面 這是給初學者用的 好 你可以把它墊在你的下背部後面 這樣子好像後面有一點點支撐 你比較不會覺得那麼辛苦 所以一樣 吸氣長高 往天花板長高 吐氣的時候先彎 然後再轉 吸氣回到中間 吐氣 肋骨 往左旋轉 骨盤還是朝前 好 等到你做了這個動作 你覺得你肚子有力氣了以後 我們現在來做 嗯 這個 這個 位子的 criss cross 首先呢 你要把你的彈力帶的中間 把你腳趾 跟腳掌前面這個肉很多的地方都包起來 OK 一定要這樣都包起來 還不會彈力帶跑掉很危險 OK 那腳一樣是打開的 好 你的手呢 怎麼拿彈力帶 很像在握馬車的僵繩這樣 握著 大拇指朝上 好 握到什麼程度呢 握到 如果 你覺得 你覺得 你試試看 往外拉 會不會覺得 拉的時候 肩膀一直要往前傾 如果往前傾的話 那就是 壓力太大了 那你把繩子再放鬆一點點 你在買彈力帶的時候呢 我建議你 如果要買的話 去網路上買那種 Piaty是專用的 一般的好像不太適用 他們彈力都太強了 那不同顏色有不同的彈力 黃色是最弱的 OK 那你先試試看 你的長度是不是 OK 先吸氣 準備 吐氣 往外拉 吸氣 準備 吐氣 往外拉 記得 你看我往外拉的時候 注意看我的肩膀 我的肩膀還是平的 我沒有往前傾 沒有圓肩 還有 我在拉開的時候 我的頭還是可以左右轉的 我脖子沒有變緊 在這個時候 我用力的是哪裡 當然我肩膀有用力 我的手臂有用力 但是我主要用力在我的核心 OK 好 吸氣回來 吐氣 再往外拉 吸氣 再回來 吐氣 再往外拉 吸氣 再回來中間 吐氣 再往外拉 吸氣 再回來 好 現在我們要正式進入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Cris-Cross Cris-Cross Cris-Cross的時候 你把兩腳合起來 一樣包在你的腳上 腳尖跟腳掌肉最多的地方 然後呢 把你的彈力帶打一個叉 這樣比較安全 好 那一樣你把它踩在你的腳的前面 然後腳板是往上伸的 好 然後呢 吸氣的時候把它一樣 像拉馬車繩一樣 往你的胸前拉 吐氣的時候 做我們剛剛做的動作 先往右肋骨旋轉 然後打開 吸氣回來中央 吐氣 再往左肋骨旋轉 打開 吸氣再回來中央 吐氣 往右肋骨旋轉 打開 吸氣 回來中央 吐氣 往左肋骨旋轉 再打開 吸氣 回來中央 吐氣 往右肋骨旋轉 打開 吸氣 回來中央 往左肋骨旋轉 注意旋轉的時候一樣 頭不要超過中心線 好 慢慢的回來 然後呢 先把彈力單放掉 手放在大腿後側 慢慢把身體再捲回來 好 做完以後呢 你應該會覺得 你的腹肌好痠喔 這時候該怎麼做呢 做我們昨天做的 在大球上面放鬆 的動作就可以了 今天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